主持邀約的時候我非常的興奮 非常熱愛的菜 尤其是你看光是多功能的電跑盤 就可以讓這個來家裡 或者是要去錄影吃飯的朋友 都可以用非常簡便的方式 品嘗到非常美味的料理 發想就是音樂會 但是我不要弄像演唱會 因為那種壓力太大 我要的就是同關 然後我就說我希望找拿卡錫 為什麼因為我小時候在北投長大 我要拿卡錫的伯伯有沒有 自己打鼓啊 彈琴啊 然後你還可以隨意點歌 因為拿卡錫的伯伯都超強 然後重點是我旁邊自己弄熱炒 他說還有一份這樣OK嗎 我說OK 而且那什麼啤酒啊 或者是各類的什麼的飲料 大家就是暢飲 因為反正就是 等於是你花了多少錢 我們等於是讓整個晚上大家很盡興 然後我說我在台上邊喝啤酒邊炒菜 我覺得他超驚人 他其實懷這三個Baby 我們都不是事前第一時間知道 可是你就當上就覺得就是 就是除了祝福 就是忌妒 就只能說忌妒 因為我覺得他 除了他的體質非常適合懷孕 因為他懷孕的時候都超瘦 再來他每個小孩都超美 跟超帥 我覺得怎麼 你知道怎麼人生可以這麼幸福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覺得 我們所有的朋友對於他的 無限的覺得這輩子完全比不上 而且他可以生完迅速恢復身材 這是太厲害的 我覺得他連懷第二個Baby的時候 就是懷Lucy的時候 我也是主持他的活動 他也沒跟我講啊 我都是報章雜誌公佈之後 他說 欸你沒有說 我他們差點動手打你了 你知道我們講話就不是 跟習大藝人打打鬧鬧什麼的 我說還好沒有動手 所以我現在碰到我身邊的每一個女藝人 我都在保持一個冷靜 到人家面 人家說哎呀 不行 我說OK 對 我說你們 我打你們不行 說不定你們打我 你們也不行 我跟你講 這是哪一天輪到我 我先婚姻我不敢保證 但生小孩我一定希望在 他好像亂許願不好 反正我一定要生小孩啦 這是我的目標 就是結婚有沒有人願意娶我 我覺得算了 我不考慮 但我一定要生小孩 我一定要生小孩 這是不是我跟蔡依林回答一樣的問題 那我現在要找到金子啊 不知道耶 不管啦 反正我先許願我要生小孩就對了 那其他的 我就只能說盡量認識好對象啊 不然怎麼辦 要做問卷 說請問一下你愛吃什麼料 你喜歡吃雞腳 那你願意捐金給我嗎 怎麼不能這樣問吧 那如果被強暴 你應該還是會生下來啦 因為都已經這個年紀 還有人要強暴 我很謝謝他